张翰接受采访,女孩伴跪着举话筒,薛之谦的做法让人称赞 张翰接受采访,女孩伴跪着举话筒,薛之谦的做法让人称赞 张翰近日参加某活动,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从一个视角可以看出,其中一个女孩子伴跪着举着话筒,旁边的一位男生全跪着采访,但旁边这位黄发女生,站着采访张翰的 可能前面两位跪着的记者,是怕遮了后面的拍摄的机位吧 其实不只是张翰接受采访时遇到跪着的情况,之前唐妍在参加活动的时候,也是有很多记者如此 演员新直伟接受采访,也有两位女生跪着收音,后面有几个摄像机在录像 当年秦兰这张照片更是受到了不少的争议,一些助理或者记者们,为了更好的效果,就会采用跪着或者扮跪着的方式采访,有些明星会被理解,有些明星就没这么幸运 此前,薛之谦接受采访的时候,从画面上可以看到,薛之谦接受很多家的采访,已经被围成了一圈 这个时候薛之谦问,大哥你是不是跪着? 薛之谦让采访的人都站起来,看到他们都不站起来,薛之谦说那就大家一起跪着吧,很多记者就一起跪着 最后薛之谦实在扭不过这些人,最后选择帮蹲着接受采访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,只是薛之谦的做法更被网友称赞,平易近人,就喜欢这种明星,这就是人品,不管真假,懂得为别人考虑,值得赞 对此事,你怎么看? 演戏自带道具的明星,一个带49支口红,一个带盆超级,卧服张翰 说到明星们拍戏,自然一些道具都是少不了的,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知道,不管是在拍摄电视剧,还是广告,还是一些真人秀 或者有关综艺的节目的时候,都会用到一些道具来渲染,其实在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可以吃的东西,有的就是道具,但是有的一些明星也会因为自己的爱好,在演戏的时候,会自己带一些不同的道具,今天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他们都带的什么道具吧 第一位,陈树,说到陈树,相信很多人都知道,他从小就出生在艺术世家,可以说台艺特别的多 从小就开始培养,然后还特别的有气质,直到现在,他也塑造过很多的影视剧角色,都是非常出众的,而且当他穿上旗袍的时候,也是美到窒息 小编对他最有印象的就是在和平饭店里面饰演特工的他,真的是迷到了无数人 当然他曾经为了拍戏,更是自己准备了49支的口红带进了剧组,真的是太任性了 第二位,白静婷,说到白静婷,相信大家脑子里都会想到暖男,感觉每一次看到他都感觉特别的暖 他的外表给人一种特别清秀的感觉,就像一位连家大男孩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尤其是饰演的乔然那个角色,不得不说演技真的是十分不错的,其实他私下也是非常搞笑的 曾经在录制明星大侦探的时候,就为了凸显自己是富二代,然后他就自己带了一个喷抄机 当时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,也是都笑掉了大牙,真的是太搞笑了,没有想到还有卖这种东西的 第三位,张翰,说到张翰,大家肯定就会想到霸道总裁,因为他总是出演这样的角色 自己也好像就是定型了,尤其是最近热播的温暖的闲,也是迷到了无数的女粉丝 相信也有很多的网友都发现了他在里面的衣品真的是特别的好 其实这些衣服都是他自己准备的 这里面高达上百套的衣服都是他自己准备的,真的是谁都不服,就服你啊 不光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是这样,曾经拍摄别的电视剧的时候,也是自己准备衣服 看完上面这几位明星的自带道具,小编只想弱弱的说一句,真的是只要有钱,你就有资本 图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